全球华文网2020年第二场直播教学分享会 今天邀请到祝英创新教学专家魏英娟老师来到现场 魏老师今天要跟线上各位乔教老师和粉丝网友 分享他独特的祝英创新教学经验 还会同步回复参加Burpermo大灾问活动 粉丝网友提出来的问题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和想法 也欢迎大家在直播中踊跃参与互动和留言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交给魏英娟老师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 我是魏英娟老师 欢迎今天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 怎么样子学习注音符号 然后呢打击注音符号的痛点 帮助我们的孩子学好注音符号 首先我想要知道各位都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呢 可不可以请你在留言的地方留言让魏老师知道呢 好在这边呢魏老师想要跟大家说明 因为今天呢直播有点特别 我会看着镜头直播 但是呢你的留言会在我的另外一边 所以有时候呢你会看我好像眼睛瞄上了别的地方 其实呢我是在看你的留言哦 好 大家好 好早安 好可不可以在早安的下面也跟我说您是来自哪里呢 我看到了有来自桃园的朋友 哇还有澳洲的朋友 哇还有来自美国的朋友 中立台北 哇还有美国的朋友 哇太棒了 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个早上 然后大家一起 哇还有从日本来的朋友 我们能够呢在这个早上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注音符号 我觉得呢非常的感动 我自己呢本身教了这个低年级的孩子 教了20年 那么在20年里面呢 我就会发现说 哎其实孩子在学习注音符号 成为以前呢比较传统的教学 就是一个符号教过一个符号 哎进阶到呢 那个我用了一些游戏代入的方式 教孩子去学习 一直到最后呢 我发现说 其实孩子在学习注音符号的时候 有一些痛点 好像他必须要我们有一些帮助 他才能过得去 哎刚好呢 这些痛点啊 在我们华文网帮忙收集的 这些问卷讯息里面都要呈现 所以呢 今天可能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没有办法去充分呈现 所有注音符号的教学面貌 所以今天可能只能把魏老师呢 百分之百里面的其中一个百分之一 拿出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怎么样子分享什么内容 是大家最需要的呢 所以我想了一想啊 我决定把大家的问卷里面的痛点呢 集结成小秘诀 在今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呢 当然你在我分享的过程中呢 如果有其他的想法 哎 或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注音符号教学的老师 你也可以把你教学的小秘诀 po在我们的留言处 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哇 好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了哦 哇 还有来自南非跟韩国的老师耶 哇 真的太感动了 好 那么我们请华王帮我来切到我们PPT的页面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 好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荧幕上面的PPT呢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很多孩子啊 他好像学到的的跟歌会分不清楚 上个礼拜呢 我刚好到幼儿园去做一个分享 很多幼儿园老师都说 没错没错 孩子在初学注音符号的时候 常常把哥哥说成德德 哥哥说成德德 那么特科不分 卡通就说成卡空卡空 哎 那么这种情形我们应该要怎么帮孩子解决呢 好 那么你来念念看哦 当我们念德德德的时候 我们的舌尖是不是顶向我们的前排牙齿呢 德德 当我们念歌科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要把嘴巴打开 把舌头怎样往下压 所以其实一个是舌尖的音 一个是舌面的音 可是孩子听不懂这些舌尖音啊 舌面音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呢 好 这里有一个小秘诀哦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配合一个解决方法 好 你看看哦 当你低头的时候 哎 你的舌头是不是自然而然往下垂啊 好 所以当你在念德德的时候 你教孩子把头低下来念 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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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哎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念歌科的时候 因为我们必须怎样 把舌头往下压 把嘴巴打开 所以你叫他抬头往上看 你自己试试看 你抬头往上看的时候 很自然的 是不是你的嘴巴就会打开了呢 所以呢 念德特的时候 歌科 哇 歌科的时候 你的舌头要被老师看到大大的舌头 歌科 那么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就帮他解决了呢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好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朱印的时候 也有相同的这些问题呢 我想要请你在留言的地方 留言让魏老师知道 对对对 我的孩子呢 真的在这里出现问题了 好 那么呢 会更有交流一些 好 第二个问题呢 不和不分 比如说花生粉 他会说成花生魂 好 你一定想说 这可能是很多的 我们可能是住在台湾的人 会有的一个台湾腔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念封的时候呢 你必须把你的牙齿 咬住你的嘴唇 封 那么封必须把嘴巴怎么样 封要把嘴巴打开 那有时候呢 孩子不习惯 不习惯呢 把牙齿怎样露出来 啵 他会不习惯 他会念 呵呵 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又应该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解决的问题 方法 好 诶 念啵的时候 牙齿 牙齿咬东西 让你想到哪一种动物呢 诶 小白兔啊 好 我记得哦 我小时候呢 我们家养过 那个小白兔 我最喜欢去喂他吃东西了 我后来发现呢 其实小白兔哦 不是我传统中所想的 吃萝卜而已呢 他那个高丽菜也吃了 豆子也吃了 好像只要吃蔬菜呢 他就吃了 那么呢 我觉得喂他吃东西 好有成就感哦 因为你可以看他嘴巴动得不停 那么更特别的是呢 他的那个牙齿 一定是这样 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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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这样子咬的 所以呢 如果孩子 诶 不知道怎么发 呃 这个音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他看一看 小白兔吃东西的影片啦 或是呢 诶 你带他到有一些动物园呢 他可以去喂食白兔的 有这个活动的园区呢 你让他去看一看 诶 小白兔是怎么样的呢 哦 把牙齿露出来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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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那么他就会记得这个音了 那我们念 喝的时候 喝跟风有什么不一样呢 喝就要打哈欠 所以要念出什么 喝 好 那么你看 喝刚好就是 大河马打哈欠 喝 好 诶 交到这边 你看 其实呢 我们在孩子有一些 试字啦 或是拼音的一个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拿他身边 他很熟悉的旧经验的事物来教他 他就会觉得更贴合我们了 所以呢我们想一想 孩子在学注音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他把这个抽象的东西转换成为具体呢 好 就像皮亚姐所说的 其实这个孩子呢都还在我们的具体运私的阶段 好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抽象的符号变化为他能够熟悉的具体物呢 好 那么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他看到白兔 诶 他怎样学合马之外 这个就是他的视觉表征 当然我们可以用听觉 我们可以用什么 动作表征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教注音符号的时候 最好怎样 搭配动作 而且呢 如果你的孩子应该啦 他应该是大概五六岁的孩子 对不对 那么呢 如果你搭配一些很夸张的动作 小白兔 哇 大河马 哇 我相信呢 你们班这时候啊 应该已经疯狂起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来看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不只是我们黄网这次的 问卷调查里面出现的这些问题 包括呢 我平常在教师群体里面 去分享注音教学的时候呢 很多老师也会跟我提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知痴师和知痴师不分 那其中一个问题呢 有很多人问啊 他说 我记得哦 我小时候好像叫做卷舌音 可是现在怎么叫做乔舌音呢 好 其实呢 我们注音符号里面就一个卷舌音 就是呃 那么知痴师呢 有的孩子呢 听到了卷舌音 他就想 我要把舌头卷起来 就念成了 知痴师 哇 舌头卷过头啦 飙车飙太快啦 好 所以呢 为了不要让孩子呢 跟卷舌韵的 呃 这样的一个发音的 那个舌头的一个形状呢 产生了一个误解 所以呢 我们就把知痴师 把它叫成乔舌音 乔舌音就是什么 就是你只要把舌头稍微往上抬一下 哎 抬到哪里呢 抬到你这个硬饿的位置 硬饿的位置呢 我常常说就是我们舌头往上啊 有两 好像有两条线 你的舌头好像会舔到两条线的这个位置呢 那就是硬饿的位置 那知痴师 你就必须把舌头怎样 顶住你前排的牙齿后面 好 当然呢 知痴师和知痴师 为什么这么容易 让六岁的孩子搞不清楚呢 尤其是小一阶段的孩子 为什么学不起来呢 好 根据呢 我们的生理发展期的一个阶段 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符号 不管是日文啊 这个我们中文在学习 孩子最会最快学会的 大概在两岁左右 就是阿伊乌阿欧这些的母音 那么一直到六岁 他的一个学习进程 是慢慢的发展这些音调的 慢慢的发展这些生符与孕符的符号发音的 那么知痴师 这三个符号根据我们的一个普查 一个调查呢 大概在六岁 甚至哦 要到六岁以后 也就是大班到一年级以后 他才能正确的发出知痴师这个音 所以如果你教的孩子呢 是中班的啊 小班的三四岁的孩子 他还不会发这个音 请你就不要着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有没有看到我画面里面有一个棉花棒 我把这个棉花棒 棉花棒拿起来 上次我教了一个孩子 他就说他也是不会发这个音 那怎么办呢 知痴师跟知痴师呢 我就买了两瓶的果酱 一瓶叫做草莓果酱 一瓶是巧克力果酱 好 那再发知痴师 知痴师是不是要把舌头抵住这个牙齿背面呢 我就沾了一些草莓果酱 然后呢 把它点在 我们的图在我们的什么 正确发音位置牙齿前面 你猜发生什么事 我不用教他发音位置在哪里 因为呢 他直接舌头就去吃那个草莓果酱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每一次我跟他的一个秘密 秘诀就是什么 草莓果酱在哪里 知痴师 没错了 几次之后呢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记忆点 为什么会这样 通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孩子只有启动他的视觉 看老师看课本 听觉听老师讲 可是其他的感官 知觉我们并没有把它开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习上面呢 我开启了什么 他的一个味觉啊 所以多了一个感官知觉 会让孩子印象很深刻 那么你猜猜看 接下来知痴师 魏老师是怎么做的呢 好 当然 我就拿了巧克力果酱 涂一涂 好 我这时要把它点在哪里 对了 这个上面这个硬额的位置 也就是知痴师正确发音舌头要翘上去的位置 好 这次也一样啊 巧克力 哇 我要吃 我要吃啊 好 孩子呢 马上把舌头给抬了上去 知痴师 我说 巧克力果酱在哪里 嗯 吃吃看 知痴师 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 是我跟孩子自己互动之间 尤其是那个亲子之间 我觉得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印象过程 我自己当初呢 在教我自己的孩子呢 我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让他去变 分辨出这两个声音的一个发音部位的 那么我 我记得 我之前在这个教孩子的时候呢 最早之前 我都是用我自己示范 我 我 以肉身示法 这样 吃吃吃吃吃看老师嘴巴 我发现孩子都学不会 后来我发现我真呆呀 我把舌头一直放在我的嘴巴里 你觉得 孩子怎么可能 看得见我的示范呢 好 所以呢 有回复到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怎么样 把一个抽象的说法 转换成孩子能了解的具体呢 好 这个就是 我一直以来 在我们注音符号的教学过程之中 在努力的 我一直希望能够把我们所说的大人知道的一些抽象的 不管是拼音规则也好 一些抽象的符号也好 转换成孩子能了解的具体物 具体能操作的游戏 具体能跟老师互动的游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 好 机器部分 生气 他可能说成生计生计呀 好 迟到呢 他可能说成 直到 直到 好 自己呢 可能说成 自己 好 那么呢 对 哇 对 灰机 太棒了 我刚才还有看到有人去说的 对不对 灰机 所以你回去 弟哥说 飞机载着小白兔 飞机载着小白兔 然后你找一张纸 跟他一起画飞机 然后画白兔 然后呢 把飞 飞机载着小白兔 这个图像 进入到孩子的头脑里面 以后他想到 哦 不行 不是灰机哦 不是灰色的哦 是什么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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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飞的 飞机 好 所以你也可以画一架飞机 上面画满了很多小白兔的牙齿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图像 视觉的记忆点 好 那么来到问题四 飞机 生气就说生计生计啊 迟到就说 直到直到直到 好 滋呲 自己说成刺激 好 那么怎么分呢 好 我们看一下哦 好 气 吃 呲 好 在我们的一个国音里面呢 发音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送气音 有一个叫不送气的音 比如说念鸡 你念鸡 鸡 鸡 你会不会发现 鸡这个音的时候 念鸡这个音的时候呢 有空气从嘴巴喷出来 跑出来 好 吃 吃 都有空气跑出来 所以念鸡 你看哦 我拿了一张纸巾 念鸡 鸡 鸡 有没有发现 你要让孩子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气息 你看鸡 老师念鸡 鸡 鸡 纸巾 不会被我吹动哦 念鸡 鸡 有没有发现 鸡 哇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好多的孩子都怎样 都想要吹纸巾 那有时候我发现是什么 孩子年纪小 他的气不足 好 所以我会跟他玩什么 吹纸巾游戏 我会把纸巾放在什么桌子上 或是我会做折纸 把纸张 纸张折成青蛙 然后放在桌子上 好 反正只要能让孩子吹动的东西就可以了 让他怎样 玩 谁能够把纸巾吹到终点呢 这样的游戏 所以其实机器不分 这是怎么样 送气跟不送气之间的一个区别而已 我们可以试试看 吹吹乐 这样的一个游戏 好 跟你一起分享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孩子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上一次到一个研习会场去 有一个妈妈 她是为了她的孩子 她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发音问题 可是自己好像也发音不太准 不敢自己教孩子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跟她分享了 其实有很多人啊 呢 乐也不分 那你知道她告诉我什么 她说 卫老师 我上了你这堂课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一辈子都把天气好冷 好冷呢 天气好冷 好冷 好冷 我都不知道我说错呢 原来是好冷 好 所以呢 这两个音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乐有什么区别呢 好 好 一个呢 应该是什么样 乐其实是鼻音 所以在念乐的时候 就是生气的恐龙啊 好 好这时候呢 我们要请孩子先怎么样 先摸大人的鼻子 呢 哎有震动了 然后呢 再请孩子摸摸自己的鼻子 你念呢的时候 呢 如果他还不能体会 你可以叫他怎样 哼 生气 哼哼哼 这样子 吸鼻涕 哼 感觉这个气呢 是从鼻子跑出来的 这样的感觉 念呢 呢 呢 好 那么念乐的时候 跟呢 有什么不一样呢 乐的时候呢 除了你的舌尖要往上之外呢 空气是从嘴巴出来的 乐 好 所以呢 乐 哎 你会感觉什么 乐 是空气从嘴巴 乐 呢 好 呢 乐 分别 你可以念很快哦 跟孩子这样玩 呢 震动在鼻子 乐 震动在嘴巴 呢 乐 呢 乐 哇 空气怎样 震动上下 上下 哇 他会怎样 觉得好有趣哦 哦原来是这样啊 声音是这样子变换的 好 我们再来看到 问题7 好 问题7呢 这个问题 也常常是困扰我们家长的一个问题 好 注意符号里 有很多的字形 很容易让人家混淆 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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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是视力检查吗 符像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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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感觉都很像啊 我有一个同事 他跟我说 哎呀 符符跟符有什么困难 这个太简单了 喂老师 你发明这个方法 让人家分辨 我觉得太简单了 但是我告诉你 他马上被打脸 他的孩子三岁 他就被打脸了 他跑来跟我说 喂老师我跟你说 我孩子三岁 然后呢 他们幼儿园老师开始 教他们要认注音符号了 认哦 认注音符号不是写哦 哦真的 他真的 老师说 所有的符号里面 请你圈出符 哇 我儿子真的把符号 猫鱼都断圈呢 天哪 孩子真的搞不清楚 哎 哎 我就想到了 我的一个教学经验 的确 在一年级 的一个数学课本里面 你记得 我们的第二单元 在学什么吗 分辨方位 上下还容易分哦 当要孩子 你要孩子分左右的时候 从左边算来第几个 从右边算来第几个 谁在谁的左边 天哪 左右真的是孩子 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分辨 分辨 很简单 分辨 是这边还是那边 哇 太困难了 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让他记住 这样的一个字形呢 好 为老师这个PPT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那个 很有印象呢 你以前在教孩子分的时候 你都怎么教呢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课本 我们的读本课本里面呢 分就念什么 凤梨 或是飞 飞机 好了 凤梨 飞机 这个飞 当他在考听写的时候 他念 飞 他能不能由凤梨想到飞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不行 他能不能由飞机想到飞 或是左边还是右边 不行 好 那怎么办呢 魏老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就发明了一个 行音译结合的一个方法 其实也不是为老师去发明的 行音译的方法呢 我陆续找了非常多的一个文件的一个记载 还有包括论文的研究 其实呢 在民国七十几年就开始 有人提出了 我们在学注音的时候 其实应该把注音的字形 注音的发音以及意思 做结合的一个意义化教学法 后来呢 我发现这样的论文呢 在我们的这个小学 或是幼儿园里面的一个教学方法呢 越来越怎么样盛行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去发现 就像魏老师刚才所讲的 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呢 除了什么眼睛的视觉 耳朵的听觉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意义化再加上身体肢体的一个表演 那么呢 我把这些历年来的这些学者专家的意见 还有他们在注音符号里面 尝试过的一个教学过程 把它呢 统整 然后呢 在我自己的课堂里面实验 那么实验了三届的学生之后呢 我发现的确这样的一个方法 有助于孩子的学习 那我们来看一下 风是怎么样进行行音译教学的呢 好 哎 形状 你会不会发现呢 我的形状是什么 风 我先让孩子去想 风这个一 你会想到什么 好 疯狂大魔王 魏老师这里呢 跟你讲一个小秘密 疯狂大魔王呢 是秦子天下要我这么说的 因为他说呢 你哦 你在这种公开场合 就要讲疯狂大魔王 其实我们班的小朋友 你直接啊 疯就是疯子 好 疯子太好了 一想到疯子 全班已经笑起来了 哎 那就表示疯子 疯 对他们而言 太有记忆点了啊 那我就必须把这个疯 跟这个疯子给怎样 画上等号 还记得 魏老师刚才说 你的孩子 飞机的疯疯疯疯疯 怎么让他记得的吗 画飞机 还有小白兔 好 那么疯呢 我就这样子啦 我说疯怎么跟疯子 连上边呢 你看疯子会打开大嘴巴 疯是不是有个大嘴巴 太对了 好了 疯的开口向哪一边 也就是你的舌头 要向哪一边 来 疯 是不是向这边打开 所以呢 你就要 把舌头伸向这边 好 全班一起学老师扮演疯子 疯疯疯疯疯疯子 好 我告诉你 当然啦 老师要跟孩子不同边 因为我是示范嘛 所以我要向这边 好 当我们全班演过疯子之后 当然我不要在意说 高年级的老师 如果经过我的教室外面会是怎么看我的 那么我们全班演过这个疯子之后 我告诉你 要考听写了 小孩的动作是什么 我知道是向哪一边了 所以就不会有人出错了 因为这个记忆点太深了 当然啦 你也可以说为什么不会有人出错 因为我旁边那个人都把舌头伸向那一边了 等于是作弊了 所以我来看一下 偶尔的舌头 所以也可能是这样子啦 让全班都答对了 好 那么呢 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意义化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他很有趣 而且很有效的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符号 好 那么呢 我在这样子分享之后呢 好 分享之后呢 那个有一个幼儿园的一个创办人 他就说 哇 我的孩子呢 他自己本身 他的儿子 对于这个中音符号 这个抽象的字形总是记不起来 但是呢 经过了这样子一个图像的方式之后 他每画过一个符号 他就记得一个符号 每画过一个符号 就记得一个符号 那我跟他说 我告诉你 这样子还不够 应该每画过一个符号 还演过一个符号 如果加上表演 我告诉你 孩子想忘都忘不了 就像这个符 全班一起演个疯子一样 那么呢 他就带着他们全部哦 全体幼儿园的孩子 来怎样 把每一个注音符号呢 的图像的画出来 集结成一本注音符号的图像画画本 哇 太感动了 那他也讯息了一些图片给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 这个是小班的孩子画的 这个符啊 疯狂大漠 这个中班的孩子 你看色彩多鲜明 看到右手边这个应该是女孩画的吧 这个符子居然还有辫子呢 那么你看这个 这个应该是大班的孩子去画的了 哇 他们把这个符子的舌头给画成这个样子了 哇 弯弯扭扭的 太可爱了 你看 天哪 这是什么 疯狂大漠就是喷火龙啊 所以你看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想象 自己的创意去画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最有趣的是怎么样呢 这个有的人说是公主控 这个人呢 虽然是疯子 但是还是要做公主 疯子 好 那么你看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班的小朋友自己画的了 好 那一年级了嘛 好 也他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 可能也学过了一些注音符号 所以他也大概懂了一些拼音 但是不是非常的懂 好 那我就说好了 那你画了这个疯子之后呢 魏老师希望你能够把你想的写上去 所以他就告诉我他画的疯子 而且疯子是小薄 好 疯子是小薄 魏老师给大家猜猜看 怎么叫做疯子是小薄 我刚开始在改这份作业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嗯 这是小薄 是康伟薄吗 这个啊 搞不清楚哈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 原来呢 这个是台语 台语哈 小薄 小薄啦 我说哇 啊你你你写这个是什么 你也给老师听 他就说疯子是小薄 老师 我妈妈都说我好像小薄哦 我每次洗完头 他就说啊你这个小薄 所以怎样 我的孩子呢 就把这个注音符号呢 跟他的日常生活给结合在一起了哈 那你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当快那个疯子啊 这个好好笑啊 喝喝喝喝喝 哦 可乐喝下来 他就发火了 你看这个看起来不像疯子啦 比较像妈妈 啊 如果妈妈跟疯子的界限可能也不太清楚啊 有时候妈妈也是常常在家里扮演疯子 像我就是了 好 那么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了哈 问题八 哎 喝和A 哇 如果你说啊 蒙 会搞不清楚 那我告诉你 喝跟A 跟我搞不清楚 尤其 有的孩子到了中年级哦 还会写错编 实在是太困扰了 那我就发现奇怪了哈 这个因为我有机会这样一年一年的教啊 我就发现说呢 哎 奇怪了 每一年哦 每一年 我这样的实践 这个每一年呢 都有人喝和A 总是分不清楚 不管怎么教都分不清楚 考听写的时候 为了撇那一边啊 可以想两分钟 想完两分钟之后呢 听写接下来都没有写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年级孩子非常执着 他这题写不出来 他下面的都不要写了 他就会只停在这里 你跟他说 哎 你不会写先跳过去 他没有办法 那就是他的发展 他一定要过这个关 他才能到那个坎 所以呢 喝跟A 分不清楚 他就停在那边想了半天了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呢 我在检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我发现呢 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哎 你去观察一下 很多的课本 或是读音学习教材里面呢 你在教喝或是教A的时候 他会旁边画一个图像给你 他会教什么 黑熊 黑面皮露 你发现问题在哪里了没 你在教喝的时候 你就把喝A放在一起 教他黑熊 黑面皮露 然后你给他看这个图像 孩子当然分不清楚喝跟A 因为这两个东西总是伴随在一起 好 那么我又该怎么让他去分辨呢 在我的前上一届 在教学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所以我也把它用一个形音译的教学法来解决 好 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上这个喝是什么呢 对了 喝饮料就是喝 好 喝饮料 喝好 好 那么呢 右手边这个到底是在画什么呢 好 这个一定要人来表演啦 魏老师说 学注意 不是只有看 不是只有听 要表演 和A就是怎么样 拨头发 就是A我好美 你有没有发现 拨头发的时候会用这边拨出去 那么就跟B的开口向来 没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全班的小朋友跟老师一起怎样 A写出去 那么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右手 好 所以我用右手A拨出去 是不是我正好在写注音的时候 A顺手写出去呢 所以全班会跟老师说 我好美啊 好 那么这就是A 那么喝又是怎样的呢 喝跟A是相反边 在喝水的时候 我要把吸管怎样往我这边喝啊 好那么你可能想说 哇那喝很难记 好没有关系 你去买一个吸管 可弯吸管 好你把可弯吸管折成喝的形状 把可弯吸管折成喝的形状 然后呢去买一瓶果汁 让孩子喝果汁 好喝果汁 果汁跑上来就是喝的形状 哇这个奇思妙想呢 我要感谢我一个同事 这个同事呢还是一个爸爸 那就是刚才那一个啦 被我打脸说 孩子绝对不会分辨不清楚什么边的这个同事呢 他遇到喝跟A也有问题啊 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一个什么呢 麦芽牛奶 麦芽牛奶的颜色可深了呢 然后呢再去拿可弯吸管啊 就跟他儿子一起怎样 喝出喝的形状 哇你看 这个亲子同乐的时光 他还拍影片给我们看 你看 这个孩子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这个吸管这层喝的形状 他跟爸爸在那边喝麦芽豆奶 一起喝 你看 他要忘记吗 他不可能会忘记的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亲子同乐 魏老师不希望呢 我们以后在亲子的学助音的过程中呢 还像以前一样的纠结紧张 你给妈妈背起来了 做一副后考那么差怎么办呢 哇 你看 当我们跟孩子是用游戏 是用体验的方式在玩的时候 你看 两个父子一起在那边喝 那一瓶麦芽豆奶那个画面是多感动啊 是不是 应该把他拍照起来 传给未来的孙子 流传百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喝跟一样是什么 行音译的结合 行就是把头发往外播 音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你好美 记住哦 这个行音译的PPT呢 是给老师看的 请不要拿给小朋友看 然后直接教学说 大家来看 请往外播音 意思你好美 这个有一个老师呢 我给了他这个行音译的PPT 他直接拿去这样子上课 孩子当然就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PPT怎样 播放出来之后 除了讲解 老师一定要跟孩子怎样一起演 为老师再说一次 一定要一起表演 所以呢 当 教助音的老师没有别的 就是要放得开 放得出去 我告诉你 你做这样的动作 你知道吗 你换取你们班 多少无数个一百分 你就是家长心目中最好最棒的 最活泼的好老师了 好 不惜怎么样 家长会哪一天 班亲会哪一天 如果你是小一新生的家长 不如你就播放几张 魏老师的这个行音译的PPT 让家长一起来体验 疯子疯 头发 吸管喝 好 那时候啊 我觉得你这三张 行音译的PPT给他拨下去 你家长开始会怎么样 感觉到 哇 我的孩子是被一个这么有创意 这么活泼的老师在教着 注意呢 那么他就也放心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喝 喝水的喝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哇 这是一个千年难解的问题啦 OO不分 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我在教学的时候 OO不分 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自己我就是OO不分 因为我听不出来 到底这两个音有什么不一样 好 小朋友常常把锅子写成 剩 原来是割窝 乌欧欧欧欧欧 好 那我自己刚开始在教学的时候 相信很多老师都跟我有相同的经验 为了让孩子能正确的写出这个音 所以呢 O O因为又加了一个乌音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孩子听清楚啊 整节课的不停的扮野狼 OO O 科豆 睡viamente 以后 102 你会发现说 你自己都笑你自己了 你都觉得怪异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的孩子走出你的教室之后 他再也不会说 水 converter 科豆 并不会 那你也觉得自己是怪强怪弃的啊 可是 我如果不这样的时候 我在考听写 我在考试 我的孩子怎么把O跟O给分辨出来呢 那我要是要跟你说 为什么你的孩子听不出这个音呢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没有这种声音出现了 因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会怎么样省略为音 以方便我们很快速的 能把我们的话语给传达出来 所以你看在新闻报道 如果有一个记者说 昨天有个小偷 他偷走了便利商店的东西 掉进了水沟 你一定觉得听起来很不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孩子在生活中 是没有办法听到这个O发出的微音5的 那么他要如何在考试的时候 把这两个音写对呢 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吧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去记住 拼音规则了 好 你会发现这个左手边 绿底的这个O 其实它不会自己出现 它都跟O一起出现 也就是我们的结合韵 O 好 右手边呢 这个白底的O 它会单独的拼音出现 它头上不会加别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O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孩子说 这个O啊 自己身上就有O了 所以不用再加O 那么O身上没有O 所以头顶加个O 好 这边又说到一个问题了 所有的注音符号都会跟O 还有O来做拼音 你看哦 分辨O跟O很困难 分辨O跟O 是不是很简单呢 我们来试试看哦 养乐多 得我 多我 是什么 O 要一起写出来 而不是 得乌O 那么你的孩子会说 多多 得乌O 是哪个O分不出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是 得我 多得我 一起写 我 这样了解了吗 好 比如说 锅子里的小白花锅 得我 我是什么 乌O 一起写出来 好 很好 那么如果是 磕斗 发斗 得O O是什么 全世界只有这个O 不会再有别的O了 好 那么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 终极问题了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们 非常的久 在我们华文网的 我们的问卷里面呢 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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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O 跟O 也是好像可以拼在一起 B 我 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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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伯 山伯 佛 哦 伯 佛 佛 主 阿弥陀佛 员 那么这个 笯 我 grep 我 缯 我 我们的 这个听写 好像我每次都是为这个听写 考试在服务 那么我就会念 变魔术 买魔布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怪强怪掉了 为了让他们把这个 魔术给写好 我自己念这个音 可是魏老师 你去外面跟别人在沟通的时候 你怎么跟别人说话的 老板我要买一条魔布吗 太奇怪了吧 我不会这样教我的孩子去讲这个话 包括我平常在教室叫他们说 把魔布拿过来擦 不可能我一定是说 把魔布拿过来 好了 我们的注音符号 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学习 能跟外人沟通 而不是为了能够在听写里面 为了能够在注音检测里面 考到好的分数 那我应该怎么让他记得 所有的注音都跟我拼哦 只有直接跟我拼读 那么下一个问题 跟这个欧跟欧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呢 A部分的问题 哇 这个蝴蝶 就写成这个A 这个魏老师不骗你 太多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不是只有这个幼儿园 到了二年级我不骗你 二年级都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 那也是我想要一直想要解决的 好 在A跟A的拼音里面 左手边这个绿底的字 你会发现什么呢 A这个音 它跟它一定会怎么出现 一定会跟一还有员一起出现 变成耶跟曰 它不会单独出现 而右手边摆底的这个AE 它是怎么样单独出现的 好 想到了吗 AE本身就有E 所以他身体里面已经有两个音在他的身体里面啦 所以他不可以再加别的 他直接跟别人在一起 那么呢 这个耶 因为他身体没有E啊 所以他必须加一个E 好 那么我就跟孩子去玩这样的游戏了 你猜A平平是谁 没错 就是刚才A这个A平平 那A脚脚是谁 就是头上有两只脚的这个A 好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呢 我就扮演A脚脚去怎样刺他们 我老师要刺你啦 赶快躲起来啊 那一天呢 我们班真是热烈极了 有的躲在桌下 有的躲在门后 都要让老师去找啊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就是头上有两只尖刺的 A脚脚 那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啊 我就跟他们说 哇 A脚脚 好可怜哦 我要出门 大家都不想跟我站一起 好 所以呢 我头很尖 我必须要戴什么 安全帽 把我尖尖的头给怎样 折起来 所以我必须戴一个E 当我的安全帽 戴上安全帽的A脚脚 说什么 EA 耶 戴上安全帽的A脚脚说 耶 我现在不怕刺到别人了 我可以安心出门咯 好 那约又是怎么来的呢 约 我告诉你 我晚上出门的时候呢 要戴别的安全帽 要戴 U的安全帽 因为其实A脚脚不是普通人 A脚脚到了晚上就变成月光霞 你知道很多的英雄人物都是在什么黑夜的时候出现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帮助孩子记住这个记忆点 A可不可以直接评 不行 你要A跟月 好 那你会发现的哦 分辨A跟A很困难 但是分辨A跟A却是怎么样容易的一件事 那么下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 我看呢 这一次我们的问题排行榜里面呢 这个问题是第一名 第一名 每次呢 只要调查这个注音符号的一个问题 这个NN部分的问题 大概都是在我们的排行榜前三名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我们这么久呢 我从这个很多的研习经验里面 还有跟老师的互动里面 我就发现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 我是NN不分的人 NN很难念 NN我一定不会念 我不要教孩子好了 我怕我发音不标准 把我孩子教错了 怎么办 于是我们不敢示范 我们不敢念 让我们的孩子怎样 看到我们的嘴型也是模模糊糊的 不敢念出来的 他也分不出来了 好 所以呢 魏老师今天要告诉你的小秘诀 就是勇敢念出来 NNN怎么样 NN不困难 好 勇敢念出来 NN不困难 好 N呢 要念N的时候 舌头要往上抬上去 往上瞧上去 N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的孩子不知道N的位置在哪里 NNN 诶 一个芥末酱 N 保证永远再也不会忘记的 那么N舌头往上翘 念N 嘴巴要打开 N 我发现很多人念N 为什么会出错呢 因为他们不敢把嘴巴打开 N N 对不对 念N的时候勇敢一点 把嘴巴打开 舌头下压 N 好 所以你看 念N的时候是鼻子有震动 N 念N的时候是什么 这边有震动 N 好 它有点像是 已经是舌头后面的这个舌根的位置的发音了 好 那么当你会念N N 嘴巴打开的时候呢 用跟念N一样的方法 来 舌头一样的位置 念N N 好 又跟N一样的方法 把嘴巴打开 念什么 好 多拉A梦的歌唱给老师听 好 我告诉你 上课的时候叫孩子唱 安安安 他们都会唱整首给你 而且呢 还会再唱更多更多 柯南很多通通唱给你听 好 那么唱安安安 好 这样子呢 他就会记得了 那么怎么跟N一起拼音 非常简单 刚才魏老师说什么呢 N音并不难 要把嘴巴勇敢的打开来 好 所以比如说 你要跟N拼音的时候 你把升符上面那个注音 先念在嘴巴里 比如说 带着带好了 然后叫小孩子 把嘴打开 念叵的同时 把嘴打开 太完美的声音了 烹饪的烹 哇 是不是很美妙呢 就是这么简单 念上面的升符 再把嘴巴怎样 打开 好 就可以念出 很好的N音 好问题12 哇 刚才我说的N 好 嘶 realised 对不对 好 可是 有一个问题来了 N遇到U的时候 哇 困扰非常多人 好 来 好 来 我说 Ing跟Ing 好 来 这边有人问到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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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得舌头的位置 比如说声音 是不是刚才芥末这样的位置 音所以念NNNNN 舌头的位置 通常孩子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舌头他怎样 忘记要瞧上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他怎么样 他自己单独出现 跟他头上有东西不一样 有时候念翁 那么我们怎么去记呢 好 来 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老师就不禁要问你了 因为我们在台湾学习 看到我左手边这个图像 这东西如果用台湾话的话 怎么念呢 大家可不可以念给老师听 没错 翁来 因为我们的广告 怎样 台湾的广告太好了 比如说什么 听说红到日本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翁来 旺翁 翁翁来 也在我们台湾怎样 大街小巷流传 所以我在教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个单元 考试的时候有个单元 叫做看图写注音 看到这个图像 那我的孩子都写 我要解释半天了 这个是翁来也是凤梨 可是考试的时候要写凤梨 好 那么孩子你看这么可爱 因为他在这个台语跟我们的国语之间的界线 怎样分不清楚 他会用他听到的声音来定义这个名词 但是翁来这件事情却给了一个启发 以前我在教翁跟翁 拼音翁的时候我总是很头痛 来了 来跟你说 他是不是叫做翁来的翁 翁来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绿色 那就是翁来桃 凤梨的桃 好了 如果他是三个注音拼起来的三拼音 这时候的翁就是翁来的翁 也就是得翁东 得翁通 再来呢 你看得得呢翁 对不对 翁翁 龙 龙 龙字 有没有 所以翁来 就是翁 好 那么如果单独在一起 小蜜蜂怎么样 不要忘记了 刚才卫老师说 把呜念在嘴巴里 呜 然后大家一起把嘴巴打开 呜 对了 呜 呜 呜 没错 当你不知道怎么跟翁拼音的时候 你无意识的把嘴巴打开就对了 呜 呜 好 头上有什么 有凤梨头的叫做翁来的翁 得翁东 好 那么为了让孩子去记得 对不对 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有视觉的记忆 我们要听觉的记忆 我们要动作记忆 最好是什么吃的一个味觉记忆 对不对 所以我会去买什么 凤梨酥 凤梨酥很贵 买个凤梨糖 凤梨糖上面会有那个凤梨的图案印在这个糖果包装上 对不对 一颗一颗上面都有那个凤梨印在这上面 那我就去拿签字笔 把什么 把 得 得 能 了 给写在这个凤梨糖上面 一样放进袋子里面 让孩子去抽 你抽到了哪一个升符 你就要跟翁来的翁拼在一起 比如说他抽到 得 他就念 东 得翁东 然后看着这个翁来 哇 你就可以吃凤梨糖了 所以那一节课怎样 又是欢乐时刻了 我不用去叫孩子瞎起硬背 我我我我我 汪 东 翁 不用 为什么 他为了要吃这个翁来糖 凤梨糖 他就要记住了什么 这个音的变调 那一节课我们就非常的怎样 高兴 也快乐 一直到我们放学时间 还有孩子他依依不舍 一直在那边 翁来翁 翁来翁 得翁东 得翁东 你看已经 这个拼音深入了他的一个记忆 一点里面了 好 也很高兴的在我们的尾声 跟大家来讲这件事情 到底什么时候 有很多人在问我说 到底什么时候 我要让孩子开始写注音 如果太早去写 他的小肌肉发展还没有成熟 这个握笔不正确 导致日后他可能怎么样 在写字的时候身体是不正的 会影响到他的日后的 包括他的视力 以及他的什么脊椎 他的坐姿 那一个写字就影响了这么多 可是呢 如果不让他去写 他怎么记住呢 光看光看看那么久 玩那么久 怎么去记住这些 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 到底记住了没有呢 所以有很多的家长 或是老师 也想让孩子去练习写注音的注音符号 那么该怎么样练习 我觉得呢 不是早晚的问题 而是我们用的方法的问题 其实幼儿园不让孩子去学注音 是因为不要让很多的什么 孩子去负担考试的压力 不要让很多孩子去 去怎么样负担过早学习的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的教学方式是有趣的 是让他想要去玩的 那为什么不能让孩子早一点去接触呢 那么因为呢 有很多的幼儿园的家长 还有老师在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去分享了 这是我们的什么 填字格 其实注音的学习 在笔画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知道 因为注音就是我们的国字简化而来的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我们国字的基本笔顺 你可以发现说 很多孩子在一年级的时候 它口部会写一二三四 它会写四画 那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购字 这个基本笔画 它没有办法去掌握 而注音符号 它本身的笔画数就比较少 所以如果你让孩子去写写画画 它其实在这个写字的规则 这个基本笔画上 它会比别人记忆更深刻 那么我说这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小白板的填字格 那么其实它是一个磁铁板 那我说你不要让孩子写字 比较小的孩子 那个一年级以前的孩子 我希望他们是什么 画字 也就是说蜡笔拿起来 不要去纠正它应该怎么拿笔 我让它拿起来 它就觉得我要画出注音 我要画出注音 就是给予了我们孩子一个空间架构 所以我们可以去让孩子看我们的课本 不在填字格里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布局 哇原来是他应该要这样子 才是美观的 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 他到刚开始写国字的时候 他字会写得过小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字 在我们填字格里面 这格子里面的布局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 如果他想要熟悉这个注音符号 你又想要让他去记忆这个符号 你不如用什么样 填字格让他用画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一熟悉基本笔顺 二掌握什么 空间布局 那么我觉得你的孩子在注音学习 应该会很顺利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大概到了我们的一个尾声 那么我来看一看呢 在这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留言 可以让我们可以来跟小朋友 比如说做梦的梦 小朋友容易发出带有乌音的梦 梦梦梦梦梦 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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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 就是怎么样梦梦梦梦梦梦 念在嘴巴里面 然后把嘴巴怎样打开 这样子的音 那么如果它在发音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指导它 把念在嘴巴里面 然后把嘴巴打开 这样子去念 那么很多的家长 比如说原本身上就有乌了 可以不用加乌 非常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一个贵 然后也感谢很多的我们的好伙伴 不管我们是来到 从澳洲来的 从美国来的 甚至我们从日本 从非洲来的这些朋友们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共度了 这样的时光 那么大家可以在留言处 如果你有一些回馈的话 可以请你在留言处留言 那么魏老师在这边 想要说的是说 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只有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简单的把我们注音学习 今天跟大家分 今天 今天我们非常多的 还有老师是来自温哥华的老师 然后真的很感谢大家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可以在线上跟老师一起约会 那么今天我们的线上课程的时间 也就到这边 要跟大家说 谢谢各位乔教老师和粉丝网友 今天的热情参与 全球华文网2020第二场直播教学分享会 到此结束